被蟑螂拔個腳 欸 你先過來我的雞皮疙瘩 蟑螂就會順著你的褲館 然後不想去爬進我的腳裡 然後我在路邊這樣抖到像觸電 你在家裡面遇到蟑螂的話 有什麼辦法感 我當然是 媽 有蟑螂 所以發現一個厲害的東西喔 他讓我成為男子漢 不再害怕蟑螂啦 勇敢好難 蟑螂擁著以下線 日本滅張神器 小黑帽大開山 我們今天聊的呢 是打蟑螂的經驗 你敢打蟑螂嗎 你看我拿這個實質架也都知道 我是那種祈求派 你都好不要靠近 我真的是不敢打蟑螂 天啊 欸 我跟你講 其實呢 我本身不算太怕蟑螂 可是我很討厭一種就是 會飛的 你知道嗎 或是蟑螂屍體 或是一打他 肢就噴出了啊 很出人 超可怕的 我也你知道我有時候鼓起勇氣 然後拿拖鞋 然後怕 然後他站那邊 我想說怎麼辦 少知道不要打他 完蛋了 我都不敢親 而且你知道嗎 蟑螂屍體會吸引來更多的蟑螂 我還想來找 就被蟑螂爬 那個腳 欸 你現在過來 我都起雞皮疙瘩 打過去嗎 真的有 你引起我可怕的回憶 我之前在等公車的時候 然後那個蟑螂就會順著你的褲管 然後不小心踏進我的腳裡 然後我在路邊這樣抖到 這樣觸電這樣 超可怕的 我回家來拿菜瓜布刷我的小腿 那這樣的話 你在家裡面遇到蟑螂的話 怎麼辦 我當然是媽有蟑螂 這樣 我跟你講跟我媽學的太棒了 因為媽媽真的是壞了 我不敢打 好好喔 欸 你自己做怎麼辦 你不就要自己打 你是不是用過蟑螂藥嗎 我跟你講 我用過的蟑螂藥可多了 因為我以前很討厭蟑螂對不對 我買過很多蟑螂藥啊 但是用點的啊 噴的啊 放的啊 什麼 什麼蟑螂屋 我都用過 後天講 噴的 很可怕啊 噴的真的很可怕 因為有時候你一噴 然後沒噴準 牠就會這樣爆衝 然後衝過來 有時候你噴到牠 更刺激牠 你會往這邊衝欸 牠會這樣逆方向 對 跳起來 我還遇過蟑螂 我可以知道蟑螂屋嗎 大概一到兩個就比較快一次 而且有時候呢 蟑螂沒有進來 進來一堆灰塵 我不知道我在吸什麼 你知道嗎 不是灰塵屋 還蟑螂屋 對啊 急灰塵 可是我跟你講 我最近發現一個厲害的東西 它讓我成為男子漢 不再害怕蟑螂了 今天呢 我就要公開我 蟑螂藥界的秘密武器 就是這一個 登登登登登登 新家安宿小黑帽 蟑螂耳記 它可是日本暢銷第一 一年長效滅章 以及日本原裝進口的唷 一年長效滅章 你知道我以為 市售這些蟑螂藥 差不多三個月 可能就要換新的了吧 沒錯 它可是四倍長效 四倍持續 超強的好不好 而且你知道嗎 它很厲害 是它當天就有用 連環紗整潮滅啦 它果然是日本原裝進口 日本的東西 就是在日本暢銷第一的 那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們實際的經驗啦 我跟你講 自從我們工作室 就用了小黑豹之後 蟑螂不會再爬到 我們的金銀公金地裏 上面偷吃它的米 偷吃它的水了啦 對 蟑螂 勾帶 之前呢 我們那個 拜的那個水跟米 都會有蟑螂偷吃偷喝 我們用點的怎麼沒有用 它生就被淹死 你記得嗎 我知道 它淹死在那個滲水上面 它想喝水 就淹死在裡面 而且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呢 小黑帽呢 它其實沒有味道 而且用美觀 不影響我們的生活 我之前用那種點的東西 它就會這樣黃黃黃黃的 一點一點 其實有時候會沾到 或是就是 有點小味道 對 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而且看著就覺得不好看 用了這個 小黑帽不會喔 新家安蘇小黑帽不會喔 我們要感謝日本 也要感謝我們以前 幫我們打仗的朋友們 謝謝聖元 謝謝聖元 好 謝謝 謝謝我媽 謝謝你媽媽 以後我可以自己 獨立面對蟑螂了 對 我們不用自己打 我們就靠小黑帽就可以了 突然覺得有點小小的幹人了 大家趕快去買吧 到處去看 我們在綽號中的 還是要不要呀 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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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還是有蟑螂 都沒有用 都沒有用 新家安蘇小黑帽 蟑螂合鏡 日本原裝鏡頭 日本章章 日本章章 日本章章章 日本章章章 日年長孝滅章 發出來 去買吧 去買吧